我觉得这是第一要素 大国关系还是第一位的 尽管我们学者喜欢讲一些边边角角的 学者会把那个什么非传统安全 什么也看得很高 但是从历史经验看来 大国关系还是对国际关系最重要 那么我预设未来十年 大国关系是要比过去十年要更复杂 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要更复杂 那么首先我定义一下 不是定义 大国很难定义的 我只是说从经验角度看 我在这里的大国是指这么六个国家 和国家集团 这个就是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欧盟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它的行动能力相当于一个大国 然后日本 然后印度 巴西没有进来 巴西的体量足以成为一个大国 但是很可惜 就是它的行动能力比较差 反正我去过巴西两次 巴西朋友说上帝一定是巴西人 因为对巴西太厚爱了 然后你跟巴西人谈鸡寒交迫 他们彻底不理解 他们很少有鸡的感觉 随便拿个东西就可以吃 那个物产太丰富了 寒更没有啊 他们基本上没有寒的感觉 最早有巴西朋友到中国来 一月份到北京 我们说那个要多穿衣服 他说好 他就多穿衣服 他带了三条长袖衬衫 然后一出北京机场 给动一跟头 赶紧给他买这个羽如服 因为他平时就是短袖短裤 他说我带三条长袖 那不是多带衣服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 就是条件太好 太好以后啊 他是有点问题 散烂啊 组织能力很差 而人类的进步 基本上是靠组织能力啊 来来来来 来衡量的 组织能力越强大 他就实际上这个发达成就越高 这傅台墙 那个文老师有个观点 叫剧图广足是吧 广足剧足对不对 哎呦 这个观点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就属于中国 社会科学的原概念 这可以发展出理论的 黄土居住 黄土居住实际上是 后面是很艰难的一个 组织能力的提高过程 这个挺好的 那巴西就缺着玩意 所以其实上帝真是喜欢他 8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然后一点废的东西都没有 我在飞机上 两次横管巴西 我这羡慕得不得了 一点黄土居住的东西都没有 是不是 不像我们北京 北京要往那个欧洲去啊 半个小时下面一片都黄土屠的 是不是 半小时一类可以看到绿色 完了后面全部都是那个黄土屠的 巴西不是 你看不到黄啊 这也看不到 实际上最大的那个肺 亚马逊森林在那儿 实际上是圣 就是亚马逊核在那儿 它就和水量丰沛到什么程度 它的枯水期 它的水量是我们长江的八倍 枯水期啊 它枯水期啊 你在核上开就是海 就因为两边你看不到边的 知道吧 所以 它这个体量它就是个大国 但是很可惜它 它就是缺组织能力 所以这个它进不了大国 因此呢 我这里的大国就是这六家啊 中美俄欧日印 那么 我个人认为从客观条件上讲呢 客观的竞争条件啊 应该中美印啊 在未来时间好于这个俄欧日 俄国人口偏少 是吧 1.12亿人 现在好像人口还在萎缩 萎缩速度没有日本快 它还是在萎缩 这个 好像现在俄罗斯女孩啊 她一辈子只生0.7个孩子 太知识了 咱们女孩还行 现在 现在生好像是 平均下来是1.2 好像这样 那个 所以我们还行啊 她们也0.7 那个欧洲 现在也是老化 欧洲内部也团结有个问题 日本也是个问题 日本是绝对人口减少 是吧 去年减少了36万人 所以从人口态势 还有资源态势来讲 还有就是国家组织 动员能力角度来讲 这六家里面 中俄印 态势要好一点 这是一个客观判断 那么主观上呢 未来 这六国和六国集团呢 他们其实行为方式差不多 他们呢 都是首先要搞好内部事务 要内部不稳都完蛋 所以都搞好内部事务 第一啊 然后呢 第二呢 尽量搞好与其他大国关系 都希望就是说 别的大国与我的关系 要比他们之间的关系要近 都是这么想的 然后 在这个 这两件事要做好了吧 就是国际关系 就是内部处理好了 国际关系处理好了 然后 再去推进自己的国际议程 所以大家 其实行为方式应该是差不多的 主观行为方式 都是这三点 内部 然后外部关系 然后推进自己议程 那么总体来讲啊 未来大国关系非常复杂的 之间的纵横百合 相互猜疑 应该是加深的 那么对中国来讲呢 未来中俄关系 中欧关系 大致应该是稳定的 我们比较难处理的是 中美 中日 中印 这三对关系 这三对关系 应该是非常难处理的 从美国角度来讲啊 未来 随着中国力量 跟它趋近吧 它会越来越紧张 然后对我们的反应啊 会越来越不是那么 很从容 我本人是研究美国的 从八十年开始 专门研究美国 这个 现在三十三年 我个人的体会啊 美国这个国家在变 它现在进入更年期了 原来脾气挺好的 原来很自信的 原来美国挺可爱的 它很自信 然后呢 自信当然有点毛病 就是喜欢移植气使啊 喜欢指挥人啊 但总体来讲 还是好打 交道 因为自信以后啊 它宽容 幽默 骂它没有关系的 骂它自己 像 它自己也跟自己 开玩笑 现在美国 正在变得像印度 很敏感 喜欢 听奉承话 讲得好的 高兴 骂它 它跟你急 这个幽默感没有了 没有以前好打交道了 所以我估计以后就是这样 就是中国 跟美国力量趋同 然后美国脾气不好 然后这关系挺难处的 日本 日本这个国家呢 我个人认为啊 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当中啊 最难接受中国崛起的 因为日本有两个心理是别的国家没有的 一个呢 就是对中国啊 有愚蠢的种族主义 一个呢 有非常深刻的犯罪感 这两个心理是别的国家没有的 它种族主义这么来的 就是过去一百多年吧 日本呢 学西方 脱亚入欧嘛 那我从西方学到一个 一个很棒的 一个东西 就是工业体系 就是它掌握了现代制造业 然后就工业化了 它工业化呢 做得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不仅我们亚洲国家 它第一啊 全世界非西方 一百八十个国家和地区 它都排第一 而我们中国呢 有一段时间呢 愚蠢的拒绝工业化 主要是晚清七十年 愚蠢的拒绝 所以这边朝野同心 拼命的学 学得很好 这边呢 愚蠢的拒绝 然后导致的结果 就形成了工业日本对农业中国 三七年日本全面侵华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讲 是日本侵卸中国吧 从历史角度来讲 其实是工业打农业 它后面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个 所以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日本就形成了 对中国非常明显的 全面的工业技术优势 对吧 这个 这个有一百多年 时间非常长 这个是个事实 必须尊重 必须承认 然后谦虚的学习改正 但是问题发生在下一个环节 就日本的理论家 政治家 战略家 他们错误的 把它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 解释成了日本文明 对中国文明永恒的优势 这里面是拖换概念的 知道吗 竟然有一些人 比较恶劣 心眼比较窄 他把它解释成 日本人比中国人强 这就形成了种族主义 而且非常的根深蒂固 当在制造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造了很多很多文化谎言 然后中国一帮愚蠢的知识分子 一百年都在重复这个文化谎言 给他讲两个文化谎言 一个日本人说中国人妈妈糊糊 原来我没出国 我是同意的 因为中国人一般就是妈妈糊糊的 后来我去了美国 我发现美国人跟我们一模一样 妈妈糊糊 后来去了俄罗斯 发现那才叫妈妈糊糊 后来去了巴西和运动 才知道妈妈糊糊 他们那是没有底线的 中国在大国里面算好的 知道吗 但是竟然被日本人说成 就是中国特有的毛病 这就不对了 对不对 然后中国一帮傻文人 这个就跟着说 存得不得了 这个日本人是坏呀 中国那帮斯文是傻 知道吗 当然一些人明白 他也故意说 但就是又傻又坏 对不对 还有一个文化谎言是中国人不团结 一盘散沙 这个是很影响中国知识界 中国政治界的 连孙先生都跟着说 中山先生呢 是吧 民国之父 那个 我刚才也是同意的 这个觉得这个叛大对啊 后来他世界上一跑 因为我美国去了一百多次了 别的国家会必须快七十个了 七十个左右 后来发现呢 最后结论是这样 就是跟正常人类比 我们其实比他们多数都团结 比如说非洲 非洲 你像卢旺达 那个屠杀 是吧 屠西族 胡渡族 他们四个月时间 相互屠杀了一百三十万人 那个种族 那个部族矛盾太残酷了 原来殖民地时代啊 殖民者去非洲抓奴隶 对不对 主要是各个部落相互抓 卖给欧洲人 主要还不是欧洲人去抓 是不是 你可以知道里边的那个残酷性 对吧 然后你再看那个中东 就是北非和西亚 哎呦 那个那个矛盾太深刻了 对吧 民族矛盾 巴以 波士人 阿拉伯人 库尔德和其他人 太残酷了 那个 然后他们教派内部啊 十一派迅尼派 对不对 这个矛盾太深刻了 那个 我听说有个阿拉伯艳语 这么说的啊 说在沙漠上 遇到波士人和毒蛇 一定要先打死波士人 是吧 那个 然后南亚 是吧 南亚那个 巴基斯坦和那个 那个那个 印度啊 他们其实原来是一个文明圈 人种其实都是黑白混血 都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你看四路水火吧 那个 然后大家可能说说非洲啊 中东啊 南亚 这方兄弟就别比了 比欧洲吧 那么欧洲呢 这个我们可以比斯拉夫人 对不对 你看斯拉夫 大家都知道分三块 对吧 西斯拉夫 东斯拉夫 南斯拉夫 西斯拉夫代表就是波兰 东斯拉夫代表是那个 俄罗斯 对不对 他们之间是不是相互仇恨 特别是这个波兰 对这个俄国的仇恨 大家应该都看过 这个布勒金斯基 就布勒金斯基的书啊 《大棋局》 这里面就讲到啊 因为他本人是波兰人啊 他知道这个民族的感情了 他说波兰人对俄国人的仇恨 是良胎里面带出来的 不需要教育的 还没说话 你已经恨上了 好 如果我们再小一点 就是东斯拉夫人 东斯拉夫是三兄弟 对吧 白俄罗斯 俄罗斯 乌克兰 现在你就看乌克兰和俄国的仇恨 多么深刻 对不对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啊 我们跟正常人类比 其实我们都比他们团结 我们就是跟一个变态比 没有他团结 对不对 但是从科学研究来讲 你有必要跟一神经病比吗 没必要 对不对 那不科学吧 OK 这是题外话 另外日本人 他那个实际上是 他过去一百年 他打中国 他有点心理障碍的 因为日本人其实心理清楚啊 中国是他的文化羊母 如果大家有兴趣啊 到日本旅游啊 别光买东西 别光那个花一万二买一个马桶盖 那太蠢了 对不对 就你们一个上海人 花两万块钱 留费跑到日本 那再花一万二人币 买一个那个那个那个 马桶盖 对吧 发现是杭州郊区生产的 对不对 这是蠢货就是这 这是标准的现代蠢货 小清新啊 这个 然后呢 那个 如果大家以后去呢 到上野公园旁边去看一下 那个日本国家历史博物馆 你会发现呢 日本从古坟时代进入王朝啊 是702年 很晚的 他八世纪 他才从部落进入王朝 很年轻的一个民族 对吧 然后呢 那个 他接受的东西就是五金博士嘛 从朝鲜班岛过去的 五金博士 所以他的文化就是 从学那个儒家开始的 然后再加上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吧 也叫大圣佛教 这是日本 就是日本从野蛮人 从部落到文明 是从我们在学的 我们就是他文化养母啊 是他现代化以后上来就打我们 他心里是知道的 所以他为了说服自己啊 也为了震慑中国人 他是要羞辱你的 知道吧 他要把你说得特别不堪 这样他摆脱你 他就可以 他给自己早一安慰 这为什么他到那个南京呢 那么屠杀 人家都已经投降了 那么羞辱性的屠杀啊 他后面有这种集体心理在后面 OK 那么 这扯的有点远处 这就是一个大结论 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呢 他确实有一段时间 工业化干得好 但干得好以后 就开始犯错误 这错误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两段跳跃式的推理 知道吧 把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 说成了文明的永恒优势 进而说成了人的优势 这理论上肯定是不对的 对不对 但是他非常根深蒂固 于是形成了对中国的 这个叫种族优越感 这个优越感呢 妨碍他们接受中国崛起 其实今天他们已经开始 面临困难了 因为中国的 因为其实他这个技术优势呢 存在呢 他是有个前提的 这个技术优势 按照我的理解 就是广义的知识优势的一部分 知识可以包括技术 包括制度 是吧 包括狭义的知识 它是广义知识优势的一部分 而知识优势 大家一定要清楚 通过learning process 通过学习过程 完全是可以弥补的 日本拥有技术优势的前提 是中国人愚蠢的拒绝学习 只要中国人开始学习 在技术上赶上它 是个时间问题 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知道吧 那么随着中国现在 认真的开始搞国研化 我们就在一步一步在赶上 现在有几个东西已经赶上了 然后他们现在嵌入全民困惑 现在你去跟日本人谈两个事 他们无法理解 第一呢 他们原来觉得 梭里亚是最伟大的电子席国 应该是unbeatable 是吧 不可战胜的 现在自己起来说 will is 梭里 梭里找不着了 是不是 梭里还在 成了我们华为的打工仔了 是华为的配件供给商了 再一个就是日本觉得我这个高铁啊 就日本高铁叫新干线 对吧 他觉得我独悟天下 对不对 我的高铁谁也不可战胜 现在他清楚的知道 我们高铁比较好啊 世界上三大高铁系统啊 法国的 日本的 中国的啊 我们是最好的 知道吗 新干线最高时速246 法国欧洲之星272 我们这里不到300公里 不好意思叫高铁 对不对 我们叫动车 按照中国的标准 日本是没有高铁的国家 对不对 你246怎么好意思叫高铁呢 不科学啊 现在日本全民困惑 他觉得我这个 他现在看到中国糊涂 他说这不对 哪不对啊 他说你不应该行啊 你怎么就行了呢 这不科学啊 他很困惑啊 其实他就不知道 后面那个道理 他那个技术优势 是很脆弱的 知道吧 他技术优势 存在的前提 是中国人犯错误 一旦我们改正了错误啊 他技术优势 很快就没有了 那么现在正在发生 这是日本现在 他特别痛苦 他比一般国家痛苦 就在这儿 他自己给自己下了一套 还有一个日本的特殊心理 就是他对我们 有非常深刻的犯罪感 他绝对知道 近代史是对不起我们的 对吧 甲午打我们 哎呀 然后全面侵华 对不对 特别残酷 这个 他当然害怕我们 强大了报复他 他有点像那个贩毒分子 贩毒分子知道 抓的就是死罪 对不对 这贩毒分子 警察来 他是要打的 对不对 就一般我放个小罪 警察来 我就跟老师在那里 点头发腰 对不对 贩毒分子一定给你打的 对不对 毒贩 因为他是死罪嘛 日本自己觉得 他其实是犯了死罪的 特别严重啊 其实他现在 他思维肯定说了 中国属于大国里面 特别好的国家 对吧 就日本认个错 其实就过去了 然后他现在就不认错 这个就逗 所以在中日关系 未来实力一定是很麻烦的啊 就是这两个集体心理 这个他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个心理 但是它存在的 就广泛存在 这个很难消除啊 印度呢 肯定以后也是很麻烦的 我们一个我们有边境冲突 有现实问题 对吧 然后呢 那个客观上 我们又是同时崛起 对吧 有战略竞争态 所以 总之 这是我的感觉啊 就是未来大国关系当中啊 中欧没问题 中欧没问题 但是这三对 美日印 一定是麻烦的 第二呢 尽量搞好与其他大国关系 都希望就是说 别的大国与我的关系 要比他们之间的关系要近 都是这么想的 然后 在这个 这两件事做好了吧 就是国际关系 就是内部处理好了 国际关系处理好了 然后 再去推进自己的国际议程 所以大家 其实行为方式应该是差不多的 主观行为方式 都是这么三点 内部 然后外部关系 然后推进自己议程 那么总体来讲啊 未来大国关系非常复杂的 之间的纵横摆核 相互猜疑 应该是加深的 那么对中国来讲呢 未来中俄关系 中欧关系 大致应该是稳定的 我们比较难处理的是 中美 中日 中印 这三对关系 这三对关系 应该是非常难处理的 从美国角度来讲啊 未来 随着中国力量 跟它趋近吧 它会越来越紧张 然后对我们的反应啊 会越来越不是那么 很从容 我本人是研究美国的 从八十年开始 专门研究美国 这个 现在三十三年 我个人的体会啊 美国这个国家在变 它现在进入更年期了 原来脾气挺好的 原来很自信的 原来美国挺可爱的 它很自信 然后呢 自信当然有点毛病 就是喜欢遗址 气使啊 喜欢指挥人啊 它总体来讲 还是好打交道 因为自信以后啊 它宽容 幽默 骂它没有关系的 骂它自己像 它自己也跟自己开玩笑 现在美国正在变得像印度 很敏感的 喜欢吹 听奉承话 你讲得好的高兴 骂它它给你急 这个幽默感没有了 没有以前好打交道了 所以我估计以后就是这样 就是中国 跟美国力量趋同 然后美国脾气不好 然后这个关系挺难处的 日本 日本这个国家呢 我个人认为啊 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当中啊 最难接受中国崛起的 因为日本有两个心理是别的国家没有的 一个呢就是对中国有愚蠢的种族主义 一个呢有非常深刻的犯罪感 这两个心理是别的国家没有的 它种族主义这么来的 就是过去一百多年吧 日本呢学西方 脱亚入欧嘛 那我从西方学到一个 一个很棒的一个东西 就是工业体系 就是它掌握了现代制造业 然后就工业化了 它工业化呢做得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不仅我们亚洲国家 它第一啊 全世界非西方 一百八十个国家和地区 它都排第一 而我们中国呢有一段时间呢 愚蠢的拒绝工业化 主要是晚清七十年 愚蠢的拒绝 虽然很高 但是从历史经验看呢 大国关系还是对国际关系最重要 那么我预设未来十年 大国关系是要比过去十年 要更复杂 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要更复杂 那么首先我定义一下 不是定义 大国很难定义的 我只是说从经验角度看 我在这里的大国内 是指这么六个国家 和国家集团 这个就是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欧盟 欧盟做一个整体 他的行动能力相当于一个大国 然后日本 然后印度 巴西没有进来 巴西的体量 足以成为一个大国 但是很可惜 就是他的行动能力比较差 反正我去过巴西两次 巴西朋友说 上帝一定是巴西人 因为对巴西太厚爱了 然后你跟巴西人谈 鸡寒交迫 他们彻底不理解 他们很少有鸡的感觉 随便拿个东西就可以吃 那个物产太丰富了 寒更没有 他们基本上没有寒的感觉 最早有巴西朋友到中国来 一月份到北京 我们说要多穿衣服 他说好 他就多穿衣服 他带了三条长袖衬衫 然后一出北京机场 给动一跟头 赶紧给他买鱼鱼服 因为他平时就是 短袖短裤 他说我带三条长袖 那不是多带衣服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 就是条件太好 太好以后 他是有一点问题 散漫 组织能力很差 而人类的进步 基本上是靠组织能力 来衡量的 组织能力越强大 它就实际上这个 发达成都越高 这傅台墙 那个文老师 有个观点叫 巨图广族 是吧 广族巨族 广族巨族 对不对 这个观点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就属于中国 社会科学的原概念 这可以发展出理论的 广族巨族 广族巨族 实际上是后面 是很艰难的一个 组织能力的提高过程 这个挺好的 那巴西就缺着玩意 所以其实上帝 真是喜欢他 8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然后一点肺的东西都没有 我在飞机上 两次横管巴西 我这羡慕得不得了 一点黄秃秃的东西都没有 是不是 不像我们北京 北京要往那个欧洲去 半个小时 下面一片都黄秃秃的 是不是 半小时以内 可以看到绿色 完了后面 全部都是那个黄秃秃的 巴西不是 你看不到黄 这里也看不到 实际上最大的那个肺 亚马逊森林在那 实际上是肾 就是亚马逊河在那 然后就和水量 丰沛到什么程度 它的枯水期 它的水量 是我们长江的八倍 枯水期 它枯水期 你在河上开 就是你一定是巴西人 因为对巴西太厚爱了 然后你跟巴西人谈 鸡寒交迫 他们彻底不理解 他们很少有鸡的感觉 随便拿个东西就可以吃 那个物产太丰富了 寒更没有 他们基本上没有寒的感觉 知道吧 最早有巴西朋友到中国来 一月份到北京 我们说那个要多穿衣服 他说好 他就多穿衣服 他带了三条长袖衬衫 然后一出北京机场 给动一跟头 赶紧给他买这个羽如服 因为他平时就是短袖短裤 知道吧 他说我带三条长袖 那不是多带衣服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 就是条件太好 太好以后啊 他是有一种问题 散漫啊 组织能力很差 而人类的进步 基本上是靠组织能力啊 来来来来 来衡量的 组织能力越强大 他就实际上这个发达成就越高啊 这傅台墙 那个文老师有个观点叫巨图广族是吧 广族巨族 广族巨族对不对 哎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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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就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原概念 这可以发展出理论的 广族巨族 广族巨族实际上是后面是很艰难的一个组织能力的提高过程 这个这个挺好的 那巴西就缺着玩意了 所以其实上帝真是喜欢他8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然后一点废的东西都没有 我在飞机上两次横管巴西 我这羡慕得不得了 一点黄秃秃的东西都没有 是不是 不像我们北京 北京要往那个欧洲去啊 半个小时下面一片都黄秃秃的 是不是 半小时一类可以看到绿色 完了后面全部都是那个黄秃秃的 巴西不是 你看不到黄啊 这里也看不到 实际上最大的那个废 亚马逊森林在那 实际上是圣 就是亚马逊河在那 然后就和水量丰沛到什么程度 它的枯水期 它的水量是我们长江的八倍 枯水期啊 它风水期啊 你在河上开就是海 就因为两边你看不到边的 知道吧 所以 因为它那个体量 它就是个大国 但是很可惜 它就是缺组织能力 所以这个它进不了大国 因此呢 我这里的大国就是这六家 中 美 俄 欧 日 印 那么我个人认为从客观条件上讲呢 客观的竞争条件啊 应该中美印啊 在未来时间好于这个俄欧日 俄国人口偏少 是吧 1.12亿人 现在好像人口还在萎缩 萎缩速度没有日本快 它还是在萎缩 这个 好像现在俄罗斯女孩啊 她一辈子只生0.6 七个孩子 太自私了 咱们女孩还行 现在生好像是 平均下来是1.2 好像这样 那个 所以我们还行啊 美国 俄罗斯 欧盟 欧盟做一个整体啊 它的行动能力啊 相当于一个大国 然后日本 然后印度 巴西没有进来 巴西的体量 足以成为一个大国 但是很可惜 就是它的行动能力比较差 这个 反正我去过巴西两次 巴西朋友说 上帝一定是巴西人 因为对巴西太厚爱了 然后你跟巴西人谈 鸡寒交迫 他们彻底不理解 他们很少有鸡的感觉 随便拿个东西就可以吃 那个物产太丰富了 寒更没有啊 他们基本上没有寒的感觉 知道吧 最早 有巴西朋友到中国来 一月份到北京 我们说那个要多穿衣服 他说好 他就多穿衣服 他带了三条长袖衬衫 然后一出北京机场 给动一跟头 赶紧给他买这个羽如服 因为他平时就是短袖短裤 知道吧 他说我带三条长袖 那不是多带衣服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 就是条件太好 太好以后啊 他是有点问题 散漫啊 组织能力很差 而人类的进步 基本上是靠组织能力啊 来来来来 来衡量的 组织能力越强大 他就实际上这个发达成就越高啊 这傅台墙 那个文老师有个观点 叫巨途广竹是吧 广竹巨竹 广竹巨竹对不对 哎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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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点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就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原概念 这可以发展出理论的 广竹巨竹 广竹巨竹实际上是 后面是很艰难的一个 组织能力的提高过程 这个这个挺好的 那巴西就缺着玩意 所以其实上帝真是喜欢他 8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然后一点费的东西都没有 我在飞机上两次横管巴西 我这羡慕得不得了 一点黄秃秃的东西都没有 是不是 不像我们北京 北京要往那个欧洲去啊 半个小时下面一片都黄秃秃的 是不是 半小时一类可以看到绿色 完了后面全部都是那个黄秃秃的 巴西不是 你看不到黄啊 这里也看不到 实际上最大的那个肺 亚马逊森林在那儿 实际上是肾 就是亚马逊河在那儿 亚马逊河水量 风沸到什么程度 它的枯水期 它的水量是我们长江的八倍 空水期啊 它风水期啊 你在河上开就是海 就因为两边你看不到边的 知道吧 所以 因为它那个体量 它就是个大国 但是很可惜 它就是缺组织能力 所以这个 它进不了大国 因此呢 我这里的大国就是这六家啊 中 美 俄 欧 日 印 那么我个人认为 从客观条件上讲呢 客观的竞争条件啊 应该中美 印啊 在未来时间好于这个俄 欧 日 俄国人口偏少 他们很少有鸡的感觉 随便拿个东西就可以吃 那个物产太丰富了 寒更没有啊 他们基本上没有寒的感觉 知道吧 最早有巴西朋友到中国来 一月份到北京 我们说那个要多穿衣服 他说好 他就多穿衣服 他带了三条长袖衬衫 然后一出北京机场 给动一跟头 就赶紧给他买这个羽绒服 因为他平时就是短袖短裤 知道吧 他说我带三条长袖 那不是多带衣服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 就是条件太好 太好以后啊 他是有一点问题 散漫啊 组织能力很差 而人类的进步 基本上是靠组织能力啊 来来来来 来衡量的 组织能力越强大 它就 实际上这个发达成就 越来越高 这傅台墙 那个文老师有个观点 叫剧图广族是吧 广族巨族 对不对 这个观点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就属于中国 社会科学的原概念 这可以发展出理论的 广族巨族 广族巨族实际上是 后面是很艰难的一个 组织能力的提高过程 这个挺好的 那巴西就缺着玩意 所以其实上帝 真是喜欢他 8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然后一点费的东西都没有 我在飞机上 两次横管巴西 我这羡慕得不得了 一点黄秃秃的东西都没有 是不是 不像我们北京 北京要往欧洲去 半个小时下面 一片都黄秃秃的 半小时一类 可以看到绿色 完了后面 全部都是黄秃秃的 巴西不是 你看不到黄 这里也看不到 实际上最大的肺 亚马逊森林在那 实际上是圣 就是亚马逊河在那 它会有个水量 峰沸到什么程度 它的枯水期 它的水量 是我们长江的八倍 枯水期 它枯水期 你在河上开 就是海 就因为两边 你看不到边的 知道吧 所以 它那个体量 它就是个大国 但是很可惜 它就是缺组织能力 所以它进不了大国 因此我这里的大国 就是这六家 中 美 俄 欧 日 印 那么 我个人认为 从客观条件上讲 客观的竞争条件 应该中美 印 在未来时间 好于这个俄 欧 日 俄国人口偏少 是吧 1.12亿人 现在好像人口还在萎缩 萎缩速度没有日本快 但还是在萎缩 好像现在俄罗斯女孩 她一辈子只生0.7个孩子 太自私了 咱们女孩还行 现在生好像是 平均下来是1.2 所以我们还行 她们也0.7 欧洲现在也是老化 欧洲内部团结有问题 日本也是个问题 日本是绝对人口减少 去年减少了36万